屏東美食處處有 但有一家經營了20年的火烤糧吃 你只要用268元就可以吃肉吃到飽 慢慢的早期情懷餵 你看了 你會想來吃嗎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們現在來到屏東這裡 在我們身旁的這家餐廳是客家牛火烤兩吃 我們今天終於來了 各位是說我們好久沒有吃火烤兩吃吃到飽 所以今天我們特地直接從基隆開車架來 直接殺過來這裡 吃給各位看 好累喔 尤其今天是2022年的10月31號 是萬聖節 然後又是颱風天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怎麼開車開過來的 不過OK啦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進去吃吃看客家牛火烤兩吃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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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z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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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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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汤的味道是有一种清甜的感觉 就喝起来就淡淡的 不过OK啦 我们这边有拿洋葱 我们就全部把它下下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记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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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雖然說他今天這個收費有提供這種原肉啊 只不過他肉質吃起來我覺得算是軟嫩的 還有這個不知道是什麼肉片啊 來我們再沾點沾醬試試看啊 我還蠻意外的耶 他所提供的醬油只是一般的醬油而已啊 他不會像一般的火烤兩吃提供日式醬油啊 所以各位啊 你們來吃的話要注意啊 我們這次換牛肉沾醬吃吃看嗎 好好吃 我來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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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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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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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来到鸡腿的部分了 我们吃这种火烤两吃啊 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鸡腿跟装熟 这种肉很厚的烹调方式 我是建议啊 把它肉放在这种边沟 但是它平均的慢慢的受热 不然你放在这个中间热点区的话 它表面很快就焦掉了 结果里面还在跟你装熟啊 我是觉得说吃起来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而且鸡肉吃起来也是新鲜的 我们刚烤的东西也差不多了 我麻烦你了 那等稍微退后一下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 来吧哈姆 各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姆这个名字啊 它的中文就是火腿一样 只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火烤两吃看到这种食材 各位我是觉得它这个香肠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妙了 我们再拿它烤一下好了 好那各位啊 我们第一回合东西已经吃完了 我们再去拿第二回合东西来吃吧 哦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应该会一直repeat这些东西 就是刚刚我们有吃过其他东西 但我觉得它的鸡腿 还有它的牛肉表现 我还蛮喜欢的 至于它这个猪肉片 我是觉得说我们等一下就把它丢到火锅 煮火锅再一次吧 来吧 鸡肉片 各位啊 我们刚刚煮的洋葱策略奏效了 这肉片吃起来有洋葱的甜味 还有本身它肉的香味 这个很棒耶 特意很嫩 そ metre 这么说 熊这个 就恶 来吧 又来到牛肉的回合 至于刚刚这个香肠我有把它重新切开就烤一次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好吧 这就有点中规中矩了 好 各位 那我刚刚把这些鸡腿骨头全部都去掉了 不然说它这个鸡肉真的要它完全确定是熟的 还蛮有点困难的 我们烤好久的鸡肉应该是熟的 我们这一回的鸡腿肉我们将它烤到金黄焦脆 然后又搭配上它烟药的甜味 我是觉得说现在吃起来是非常完美的状态 好 那我们也吃完这回合的东西了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应该再拿一点肉回来 就准备吃个甜点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给它吃太多 麻烦你 没有鸡肉还多喔 各一吗 对 各一 谢谢 那各位啊 这一轮啊 我拿了一点蔬菜还有葱花啦 那各位啊 这一轮啊 我拿了一点蔬菜还有葱花啦 有人跟我们建议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盘子 还有拿它现场的蔬菜做个炒肉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个炒肉片让它慢慢的熟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这个炒肉片让它慢慢的熟啊 还有中间的这个火锅我们怎么可以让它空着呢 还有中间的这个火锅我们怎么可以让它空着呢 那刚刚我再重新调一碗酱汁啊 希望用起来会好一点呢 吃起来有种特别的香味呢 蒼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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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我們來到炒肉的回合啦 各位我們自己炒出來的肉 雖然說這個炒肉它的外表看起來有那麼一點奧奧草草 可是它因為是我們自己炒出來 所以我們吃起來有那種心靈加分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這回合也吃完了 我們等一下就去吃點甜點吧 對啊 請問如果我們在讀書看的話 就想去吃點甜點 要吃點甜點 你可以吃點甜點 帶點甜點 是第二天的 乃滅 還有很多四個都要吃 差不多 没有想到说它这边冰淇淋是提供小美冰淇淋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台中吃86火烤的时候 他们就是用小美的 而且有一个重点是一定要吃它焦糖牛奶 好 好 各位 那我們已經吃完了 我們等一下去結帳 就到外面做結尾吧 OK了 各位 我們來到今晚下他的旅舍了 這家叫做富門大飯店 今晚要價1200 只不過他這邊有電視冰箱 甚至浴室裡面還有浴缸 只不過他的浴缸 是我們那種情懷味的磁磚浴缸 雖然說他的等級僅次於阿嬤浴缸 只不過我們今晚還是不要跟 這些縫隙的角落圍生物系共存好了 不過OK啦 我們來說說我們今晚去吃客家牛的想法吧 今晚我們吃一餐要價290元 沒錯 雖然說他標榜268 只不過你單人用餐的話 他會跟你著收邊緣人開鍋費 22元 一般來講如果你是個人的話 一個人就290元 平常我們在操張喝杯咖啡 可能是45 55去 或者說喝個手搖杯都50塊去 今天我們一個人可以來這邊吃吃到飽 有火烤又有火鍋 然後只要290元 說真的 現在這個價位吃到飽真的在台灣越來越少了 而且他今天這邊的用餐環境建築 是非常有情懷的 紅磚鐵皮屋 雖然說今天在這邊用餐 他整個整體環境的明亮 或是說整潔度就是不盡理想 但是整體來說 今天他給我們的用料 他給的雞腿還有牛肉都是圓塊肉 重點是料理過後 他給你的肉質又吃起來是舒服的 我是覺得說今天這餐食材是及格的 只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欣賞這種情懷味的話 也許來這邊吃 你也可以吃得非常的舒舒服服的 如果你問我說 今天要我這花290元回來吃的話 我OK嗎 各位我跟你講 如果我今天是回屏東老家這邊住的話 我真的 兩三天就給你來吃一次 非常的OK 當然我們今天吃這餐 是特地從基隆冒著颱風雨下來這裡的 你要我再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真的受不了啊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推薦 吃到飽餐廳 換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會去回覆了 還有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一起成為邊緣的美食家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